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著名博物馆或艺术馆在此展出他们收藏的大师纸质作品 今年设展的是荷兰境内最古老博物馆泰勒博物馆 他们带来了28件包括米开朗基罗 拉费尔 克洛德罗兰 华多 杨 范格因 和伦伯朗在内的欧洲顶级绘画大师明家真迹 为此次Tefaf艺术盛会再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法国Lis Illuminous古书店的展厅内 陈列着此次Tefaf的又一大亮点 被誉为私人收藏界最珍贵手稿的Lisborne福音 这本源自于德国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 瓦德尔斯洛地区附近Lisborne女修道院的福音书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 是私人收藏界中唯一一本带有中世纪初期 奥图王朝艺术风格的福音手抄本 其价值高达650万美元 在Lisborne福音之外 Lis Illuminous古书店还为此次Tefaf带来了 另一部重要古籍 一部收录有文艺复兴版画大师丢勒 雕刻与激情十四幅作品的珍贵祈祷书 祈祷书中还有海因里希 阿尔德格雷佛 约翰·威利克斯 老克里斯平 德·帕西等艺术家的作品 这部祈祷书可谓是嵌入式版画 和彩编装饰绘本的经典作品 伦敦及纽约艺术经销商 Dikinson画廊带来的梵高水彩画作品 《封维耶的都德莫坊》 是此画作自1910年以来的首次公开亮相 1888年 疾病缠身的梵高 来到法国南部城市阿尔勒修养 在这里 梵高创作出了他最美丽的风景画作品 据悉 这幅作品的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 极有可能是本次T5博览会 价值最高的艺术作品 来自伦敦的古董商Rossi & Rossi 专注于中国及亚洲古董 在他们的诸多展品中 一尊出自尼泊尔的16世纪藏传佛教金刚 总持雕像 着实让人惊艳 这尊高94厘米 宽64厘米的金刚总持 整座雕像几乎完全是以锤叶工艺制作而成 它制作于16世纪 正是尼泊尔一带锤叶工艺发展到最顶盛的时期 金刚雕像之外 Rossi & Rossi带来的另一件珍品 是一幅13世纪的西藏唐卡 12至13世纪的唐卡数量本就非常稀少 而这件法相庄严的作品 是西藏现存的12件大型唐卡之一 因此格外珍贵 唐卡主图上绘制着的是五方佛之一的北方不空成就佛 以及他身边环绕的天众 佛教徒通过观想唐卡上五方佛的形象 由此获得每位佛陀所属的力量与德性 除早期艺术大师传世名作和历史悠久的古董之外 综合性艺术博览会的Tefaf也有其年轻的一面 今年毕加索的儿媳、著名作家及收藏家西德尼·毕加索 率九家现当代艺术画廊 共同推出夜调特展 更为展会的现当代艺术区增添了一笔华彩 在托马斯·舒勒特一郎展示的威尔士著名雕塑家 理查德·迪肯作品中 艺术家以未经修饰的金属和木头薄板为材料进行艺术创作 以比喻的方法来探索语言和感觉决定的人类体验 而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的装置艺术 独角兽梦已死 以一具独角兽的头骨和浸泡在溶液中的器官 凸显出梦想幻灭的季然和落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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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